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南中国海争端以及网络攻击事件而出现紧张之际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透过范长龙这次访美 来看美中两国的军事交流以及整体的美中关系的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联邦参议员王振亚 因为说出了中国政府镇压六四是对的 以及在南中国海岛屿争议当中他力挺中国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个靠着西方民主制度而当选国会议员的人 为何会口出此言呢 而随着中国政治影响力以及经济实力的扩大 还有中国移民的增加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也正在的逐渐进入西方世界 节目的下半段将带您来进行关注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呢 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宇州来播报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宇州 好的 谢谢丽雅 首先基地组织星期二说 这个组织的副首领 基地组织野门分支负责人乌哈伊什 死于美国上个星期发动的一次无人计空袭 基地组织发表视频声明说 上个星期五在野门东南部港口城市 姆卡拉发动的空袭 炸死了乌哈伊什和其他两个人 基地组织任命卡西姆雷米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新首领 美国官员星期一晚间表示正在试图证实乌哈伊什是否死亡 但是没有说明这次无人计空袭是否出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 另外呢 在中国方面 中国星期二说不久将完成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地区的填海造岛工程 但是誓言要继续在这些岛屿上进行建设 中国外交部发表简短声明 称填海造岛是出于民用目的 而不是为了军事用途 声明没有透露预期的完工日期 美国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填海造岛工程 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上 这一工程为无人居住岛礁的面积增加了2000多英亩 好的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由宇州为您播报 谢谢收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 6月8号至12号对美国进行了访问 他是在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 阵风相对以及美国指责中国对美国发起网络攻击 导致关系骤然紧张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的 因此他的这次美国之行 引起了各方的格外关注 范长龙子自访美是否缓和了美中双方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尖锐分歧 是否有助于改善两国整体的关系 美中两国是否可能发展范长龙所提出的新型军事关系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两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 韩联潮博士 韩博士您好 谢谢 大家好 以及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博士 林峰博士您好 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 那么在和嘉宾进行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学者 就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 如何看待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 那么黄教授是上个月在亚特兰大 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时候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你看他两军关系 就是不对抗不冲突 他就在做这件事 两军关系就在一步一步推进 两军现在比我们想的都要好 军队之间的高层官员 和下面的军事合作联合援席 都比我们外面想的要好 只是不报道不宣传 那刚才那个黄仁伟教授提到 据说两国军方之间的交流 实际上比外界所知道的其实还要好 那么我想范长龙上将这次访美 应该是说两军之间一个进行正常交流的一部分 那我想先请教韩联潮博士 您怎么评估范长龙的这次访美 我觉得这次总体来看 范长龙这次访问是比较成功的 为什么成功呢 就是中方实际上向美国做出了让步 那么中方虽然在外面没有发表 这些一个双方的这个共同的一个公报 或者是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 但是实际上呢 中方已经向美国做出了让步 那么就在近期内 就近几天之内就会停止赵岛活动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让步 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那么他这次是比较成功的 因为这次来访不是说 是像外界说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交流 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解释 那么在中国在南海赵岛 造成这个紧张局势的这些问题 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这个任务呢 应该说至少在目前短期内 他已经成功的完成了 在同时呢 又签署了这个陆军之间的 这个交流对话 这样的这个这些一个文件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一次访问 韩国师我接着请问一下 您说这个造岛的工程 可能就是接下来会暂停 但是并没有要拆除 在上面已经盖好的人工建筑是吗 是这样的 这个双方的基本上还是自己讲自己的这些一个话语 中方一方面说停止造岛 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来进行的 同时呢又说这是我们在自己领兵土领海之内进行的活动 这些活动是合法的 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个里头当然有很多法律问题 我们肯定等一下可以继续这个讨论 那总的来说呢中方这次你看他的统一这个口径啊 就是说尽量的营造一种美中军方之间保持一种 叫这种关系实际上比外界想象的要好 而且这是一个统一的口径 那么他就是想营造这种气氛 不是说我们我们之间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 那么关系很紧张 实际上我们的关系很多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两军关系这个只是外界不知道我们这种关系而已 美国军方呢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很很慎重 一方面呢希望跟中国军方继续合作 继续这个探讨各方面的这个合作可能性 但主要是还是加强危机管控 防止这个擦枪走火 这个我想可能是这个两军这个交流 一个主要的一个成果 好 林峰博士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韩林朝博士这个分析 就是说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做这个声明 就是说中国在近期内会停止这个填海造岛这个工程 是不是就是范长龙这次访美中方对美方做出的一个妥协 就这个时机点很有意思 时机确实是很重要 但是我个人也感觉就是说 中方之所以之前一再在填海造岛 那么就是想在这个地方建成 造成一个继承事实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之前采访到的一些这个中美问题的专家 特别是中国方面的专家 他们就谈到其中一位是那个中国人民大学的那个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叫金灿荣 他就谈到就是说如果一旦中国在这个地方修好了几个岛礁 把它把这个岛礁变成岛的话 那么就是相当于不成的航空母舰 那么在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岛建好以后 又可以又可以作为军事设施 又可以作为民用设施一举一举多得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也之前那个韩博士也讲到的话 这个中国是不大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说把这个岛上的这个设施拆除掉的 回到所谓的原来的那个现状 那么从这种这种这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是一个一个公式 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 美方所说的这种就是成功的话 也只是暂时缓和了一下 就是说中国不会继续在这个岛上进行一些建设 但是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说到 说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吹田工程已经完成了 还大大方方的公布出这个照片来 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观察 是 林峰博士我想接下请教您 因为讲到说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交流 其实已经进行很多年了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很多批评人士也提出来 交流这么多年说要建立互信 或是互相了解以避免冲突的一个机制 但是我们不断地看到说 比如说中方的飞军机 迫近美国的军机 或是这个航空母舰跟随着美国的这个 这个航空母舰之类的 或者潜艇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好像是美方一直希望能建立这样的互信 这样子互相提到一个符合双方军事交流的一个机制 但是中方好像去不断地在push 去这个看能不能碰触到这个底线 或是这个红线 那这样子的交流还有意义吧 我感觉从这个美方的一些这个官方的声明上来看的话 特别是军方的那个声明 包括那个美国那个海军作战部长 格兰纳特那个上将 海军上将他讲的就是说 有这个交流机制比没有强 那么对于这种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美中两军 两军的这种交流 实际上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交流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是远远要 即便中国有一个赶超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 那它仍然是远远地高于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的 那么在这种一个不对等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所谓的交流的话 应该说中方得到的这个好处要大于美方 那么建立各种各样的这种联络机制 包括这种军事高层的这种相互的这种交流交往的话 好处就是说能够避免在就是说误判的这种情况发生 尽量避免这个所谓擦枪走火的这种情况发生 也是双方都在摸底 那么特别是中国中方的话 希望能够了解美方的这个情况 那么美方呢也希望能够有这种机制的话 能够进一步地获得更多中方的这种情况 好我想请教一下韩联潮博士 我们的确也看到就是在美国这方面有一种 对于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 提出质疑的声音 他就认为这说一直在至少过去几年来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致力于加强两国军方这样的沟通和交流 但是这些交流与对话并没有促使中国军方提高透明度 也没有约束他自己的行为 比如说填海造岛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发生的声明里提到 他说在这个陆域吹田完成之后呢 下阶段我们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 就说可能这个问题美中之间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是只是暂时告一段落 那下一步还要看中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行动 你怎么看这个对于两国军方交流的这种批评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看美中之间的关系发展的这个过程 因为从70年代开始解冬之后 那么这个思路呢就是什么一个思路呢 就是基辛格为了急于从越战脱身 那么就跟中国这个建立外交关系 想突破这个过去那么多年的一个解冻 那么基辛格当初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为了让中国把中国拉入国际社会 那么开放自由化 增加这个在经济上发展 经济上以后发展之后呢 容纳把它融入国际社会之后呢 那么中国呢就有可能遵守国际义务和国际法规则 这是他们这个初步想 就是说当初这个所谓的找到的理由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这个军事经历的发展增强以后 他不是说会遵守国际规则 而且他现在是要改写 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 国际现状和国际法的规则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最早先美国呢 很多的这个就是 主要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谈 跟中国来进行对话 希望中国进行改变 做一些一个这个调整 那后来就发现这个人权 好像谈不下去了 最后呢就说那好 我们不谈人权了 我们谈合作 合作就包括军方的合作 现在我们看在奥巴马政权 政府这个外交政治上面 基本上不谈人权的这个问题 总是基本上是在合作 战略合作 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军方的这种合作 那军方的合作呢 很明显没有带来 你刚才说的这个透明 和没有带来这个互信 这原因呢就是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 他的战略的意图啊 是非常明显的 他就是要改变现行的 这个国际这个秩序 而且呢他认为 美国的这个普世价值 美国的民主制度 是一条邪路 那么只有他的这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的这个 这个这个政治路线 政治制度 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才是正道 所以在这个 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 这种很难建立一种互信 那么美国呢 现在从这个南海造岛之后 那么就出现一个 这个东西曝光之后啊 大规模的这个这个 这个造岛这个曝光之后呢 就出现几乎是 一面倒的这个这个批评 这个美国外交政策 对华政策 质疑这个政策的这个有效性 所谓的建设性接触 我想这个是 基本上就是认为 这个这样建设性接触 这个政策是有问题的 我想请教林峰博士 其实两位我都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华尔街日报 在6月12号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中国能被遏止吗 在当中他分析说 其实美中关系 已经失去了战略 政治的理由 因为原本是有这个 共同的威胁 这个所谓的苏联 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美中关系 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有可能是 以发生冲突为主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 两军的交流 有人在说 其实光是军队交流 并不代表任何意义 因为美国的军方 到最后还是 依照这个美国政府 及文官的一个体制 看这个战略设定怎么走 那美国现在也进行 总统要来选举了 所以下一件的政府 会怎么样来看 两军的关系 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中国的军方 本身听这个共产党的话 所以你跟军队交流 没有意义 你其实直接应该 对这个北京下手才对 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 未来的发展 美国下一届政府 跟是否要直接跟共产党 直接来做交流 我想先听一下林博士的意见 我个人观察的是 我觉得下一届政府 不论是民主党的 还是那个共和党上来的话 总体来说 还是会维持一个 目前的一个这个政策 总的一个方向 不会改变的 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 就是说美中两国之间 一敌一友 就是说不可能是像那个 美国对待盟友那样 然后形成一种 所谓这种真正的一种 战略互信 包括军事互信 都是不可能的 双方都存在彼此的猜疑 包括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意图 还有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感觉 包括就是说 我之前采访到一些中国的专家 就是说中国 从中国方面 包括这也是官方的立场 就是说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中国人一贯认为是 中方一贯认为 这是美国在调试 那么这是中国的想法 但是美方看法就是说 是中国在那改变了现状 所以双方在这种重大的 所谓的关系到双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都存在严重的分歧 所以我想的话 就是未来的这个下一届政府 不论是民主党也好 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也好 我想他还是会维持一个 目前的一个总的这个路线 不会改变的 这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 对华外交政策 已经开始逐渐的在转变 那么从过去的强调合作 开始呢 更加增强对抗性的这个这个一面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的这个美国主管 这个亚洲的政策的 这个在美国安全 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里头 几个两个重要的 这个过去清华派 所谓清华派主张这个建设 接触的这样的一些人 已经开始退出了 在很多机制里头呢 很多美国联邦政府 这个主管单位呢 这些都贯成了一些 一个鹰派人物 就是说比较强硬的 主要是在美国 我觉得在政策制定者们 开始对中国感到 束手无力 好像感到我们过去 那么多的善意的 这些一个做法 都没有得到一个回应 那么你们还是 基本上不透明 你们所做的一切东西 都是想改变这个 这个现状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 开始在朝 这个比较强硬的 那个方面来 来转移 我觉得这个 当然表面上 官样文章 还是要这样做 两方都会继续做 这样的官样文章 但实际上对抗和竞争 已经在大大的增强了 刚才李分博士提到 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 是亦敌亦友这样的关系 我也注意到 就是中国很有名的 一个学者叫王基思 他写的一篇文章 就是说需要预防中美之间的这种 新型的对抗和新型的冲突 他指的新型冲突 指就是说包括网络战 太空战 还有货币战 贸易战 这种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这种 无硝烟的这种战争 那么新型的对抗指就是这种 有形或无形的针对对方的一个国际联盟 反联盟和势力范围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林峰 你觉得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一种 是否已经出现这种新型的对抗和新型的冲突呢 像刚才那个韩博士讲的 就是说现在的确是这个 美国的这个包括学术圈子 还有就智库 包括那个政策圈子 都在谈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问题 也在确实是在强调这个对抗性 这种这种细微的变化 实际上已经被中国的学者也是捕捉到了 那么前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那个人大的另外一个 这个国际关系教授 中美关系专家叫那个石英宏 他就写了一个文章 他接受这个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 他发现到这个美国这个圈子 包括舆论圈子里面 对中国的这个不比友好的声音越来越多 他说你现在来看一看 美国所有的这个主流的这个智库里面 你很难找到有一家在说 两国还要搞这个合作 都是在说这个中国的威胁 还有包括这个对抗性和冲突性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目前对于美国的这个 所谓这个中美关系政策的话 他还是比较 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那么希望能够以这种 就是说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贸易问题 经贸问题 还有货币政策问题 希望能够把这个 就是说把这个利益攸关方 做得越大越好 那么让美国的经济 就是说完全卷入到这种 就是说彼此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这种经济关系层面中去 所以就是说两个国家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两个这么大的这个 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 真正就是说走向完全的对抗 我看也是不太可能的 不太现实的 就是既合作又对抗 是 好 那谈到我们刚才那个南中国海问题 我就想问 就是说在中国 很多人都认为实际上 存在一个对中国的 所谓一个C型的一个包围圈 比如我们看到卡特国防部长 在香港的对话之后 就中国在南中国问题 发了狠话之后 马上就宣布跟越南提供 增加18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就是帮助越南购买美国的巡逻艇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美日加强了防卫合作 跟菲律宾这个关系 也都都在加强这个军事的合作 所以就是好像看起来是在 狭长那个西太平洋地区 从北起日本海南到马六甲 就呈现出一种 好像这些国家联合围堵 中国的这么一个态势 不过你刚提到石英宏教授 他但是中国也有些学者认为 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 所谓的C型的包围圈 我不知道韩连长博士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觉得国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吗 就是包围中国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因为中国中方 就是中共这个学者和智库 一直认为美国有一个战略 在围堵中国 遏制中国 改变中国 消灭中国 消灭中共 实际上不是中国 他们讲的是中国 改变这个中共政权 但实际上我觉得没有 如果是有的话 美国不会把自己的市场 向中国开放 每年你看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 有多大 那么中国就是利用 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使自己经济逐渐地发展起来 这个我觉得好像整个贸易顺差 可能都是两万多亿美元 如果是说美国真正要扼杀中国 很容易在市场上 经济上 金融上 来把中国掐死 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包围权实际上不存在 它存在了一个就是说 可能的合作的这个军事合作的模式 防范中国 未来走向更强势 更侵略性的这种 这个军国主义这个道路 这个我觉得是有这个意图 但是目前还可能刚刚开始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 美国和越南是长期的这个敌国 只是最近以来刚刚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这是美国和越南的这种关系 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 为什么你们还帮助越南 他们是你们这个敌国 杀了多少这个美军呢 但美国我觉得它是从 想从一个维持国际这个秩序 这个角度来出发 因为我们知道在南海 这个赵岛和中国讲的那个 那个怎么说的 田海 那个陆域吹田 陆域吹田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两个概念 在国际法上是不一样的概念 中国占领的七个岛屿 基本上是暗礁 在高在这个涨潮的时候 全部看不到的 那么在国际法上呢 这样的是不能 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 填起来以后 你来宣布这是你的领土 你的这个领海 十二海里的这个领海 然后你的这个空间 都是领空也是属于你的 国际法的这个 两国海洋法公约 规律得非常清楚 那么其他国家 越南也有赵岛 它赵岛的这个情况 就是它基本上是在一个 自然的岛屿 这种自然岛屿的 它是可以进行人工 进行赵岛 或者在它这个 这个专属军机区里头 它是可以这样做的 中国的七个岛屿 完全不是 而且越南赵岛的那个 就是田 田冲的 填海的那个情况呢 只有中国的不到2% 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范围 很多是就是在那个建筑上面 做一些 中国是完全把它做一个 军事基地来修建的 它这样就打破了 整个的这个战略平衡 美国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需要维持一个 这个地区的稳定 和这个和平 那么在为什么 美国采取一个 比较强硬的态度 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我们现在让很多的观众朋友 我们在接电 他们的来电之前 我在请教林峰博士 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提到说 这个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那中国这样的造导 为什么美方的做法 不管是派军机飞越 或怎么样 好像其实对他们 都是束手无策 没有办法呢 实际上美国在这个 造岛问题上的 是处于一个 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 就因为 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美国不是主权的声索方 所以美国很难 就是说采取特别强硬的 那个行动 来去介入到 因为美国自己的政策 也是在南中国海 领土主权问题 从来不选边站的 这是美国一贯的政策 那么之所以美国派军机 去飞越也好 或者是将来会派这个军舰 抵达这个中国 这个人造岛的 12海里之内的范围之内 都是一种宣誓 就是说宣誓这个海域 仍然是属于国际公海 那么之所以 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的话 就是因为中国 一旦宣称在这些岛礁上 是它的这个 中国的领土 领土的话 那么就造成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 这片海域都将属于 中国的内海 那么在各国 在内海的问题上来说的话 各国的船只 除了商船和客船的话 如果要是军舰 经过这些海域的话 都需要事先跟中国政府打招呼的 所以这就是影响了 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航行自由 按照那个美国军方的数据 就说中国在这个南中海 填海造岛这个面积 就是达2000英亩之大 就是说是超过了所有这些 对南中海主权 有深所权的这些国家的总和 不过呢 中国的确是最后一个 进行填海造岛的国家 所以我想可能美国方面 在最初其他国家 在进行这个填海造的时候 可能反对的声音不够强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意识到 可能因为中国的规模和速度 现在是让美国方面 非常的感到非常的关注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你想补充一点 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我前面谈到的 其他国家的造岛填海 和中国的填海 是造岛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在一个自然岛上 这个自然岛又是在它的经济区 和在大陆架上面 它这种造岛是按照国际法 是允许的 中国的这个造岛的地方 是离中国的海域 差不多一千多公里 八百海里之外的地方 而且全部是暗礁 这个在法律上 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 所以这个造岛 实际上是改变国际法规则 韩伯志你的意思 是不是类似像说 像其他的国家 是在自己家的一个前院后院 来盖了一个岛 但是中国的做法 却是到别人家的院子里头 去盖一个岛 是 就是说这个最明显 最重要的差异 就是说是不是暗礁 还是一个自然的岛 自然岛 那么你是可以 而且这个自然岛 是在你的主权深缩之下的 你是可以来进行填海 扩充这个岛的领土的 那么在暗礁 你是就变成了人工岛屿 人工岛屿只能在你的经济区里头进行 专属经济区里头进行 不能在其他地方来进行以后 来再宣称 这是我的领土 我在这个之下 我有这个专属经济区 我有领空的这个权利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美国的说法就是说 你用再多的沙子 也堆不出主权 是这个意思 根据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说法 就是说如果你是暗礁 你堆起来的这个东西 你不拥有这个12海里和海空 也没有200海里 专属经济区的这个权利 但是不管那个性质 这个这个导礁的性质是怎么样 就是但是就是说 现在美国军 美国的立场就是说 要求所有有关方 都全部永久性的停止这些工程 是这样的 对 就是把问题复杂化 也避免使这个有争议 这个区域军事化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在 是美方想通过这个做法 和中国达成一个 和中国达成一个妥协 实际上这个在很大城堂 有一个误导的一个意面 因为这个法律性质上 的确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很多人 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没有搞清楚的时候 那就会引起很多的误解 那我想追问一下 韩连生博士 您是研究法律的 那是中国这些 这个你刚提到 这个岛礁性质不一样 但是中国这个做法 就是在暗礁上面去填海造岛 这个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吗 是违反国际法 如果是说是在自己大楼架 或者是这个专属经济区里头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实质上的问题 但很多人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来觉得好像国际法没有反对造岛 国际法是没有反对造岛 但是国际法是必须 你在你的专属经济区里头 制造这个人工岛屿 而不是在暗礁里头 然后你再宣称主权 你再宣称这个专属经济区 这是不许可的 中国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南中国海岛礁建设 是中国举权范围内的事 是合法合理合情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 它的合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指的是这个 中国的看法 它是认为这个 这些暗礁是在中国所谓的九段线之内的 中国一直宣称这个九段线之内 都是中国的领土 就是他说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我也不跟你吵 这就是我的地方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九段线之内的领海 它是属于 就刚才说到是中国内海 在内海的话 我搞什么都可以 这是中国的这个依据 但是实际上这个九段线 是在国际上 目前来说是有存在 严重分析和争议的 好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 等在线上来参与节目讨论 我们先来接一下 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 邹先生您好 您好 最近有些观众 对我的姓氏有些误会 我可以在这里解释一下吗 您有没有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 要讨论的这个问题 有的 请您抓紧 是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的紧 那好 连接最近南海的这个事态 回想起几年 这个关于超写六号退款 那个事情 我认为泛防美是一个 36G中的暗度成长 派范长龙跟美方谈判 是缓和四态 然后阿比里继续在南海 加快这个岛交的建设 美方应该在谈判的同时 应该密切关注中方在南海的动向 然后并实时地做出这个应变 切地再不要冲到辅舍 好的 谢谢 好 我们来接一下北京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您在线上 好像那个线可能已经掉了 那我们再来接一下贵州的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您好 这个线路也不是太清楚 对 对 河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李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 我是河北的李先生 我想两个观点 想说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美国 称称要进入中国的 湿海里的范围内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第二个观点呢 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是不是他已经加入越南国籍了 谢谢再见 好的那我们请 刚才其实那个韩博士您也解释过 所谓这个十二海里 不是中国的十二海里 我想你可不可以再讲更清楚一点 让河北的李先生能够理解 所谓的国际法上是怎么规定的 国际法上规定很清楚 你可以进行人工造岛 因为人工造岛和填海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 在人工造岛是在 你的专属经济区里头 和你的大楼架里头 那么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楼架 现在造的造 这个七个岛屿都是岸礁 岸礁在国际法上 是不能作为人造岛 因为这个离中国太远 那当时林峰博士谈到 就是说中国一直认为 是这个九段线之类 都是自己的内海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就是主张要济湿我的内海 所以我在那做什么东西 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合法 怎么怎么样 但实际上在国际法 这个规则已经很清楚 中国过去也参加 两国海洋法的制定 那么这些东西呢 在海洋法制定的过程中间 并没有提出来 而且中国并没有反对 在专属经济区的这个军事活动 那现在提出来很多 要重新修改 这样的这个法律制度的话 我觉得就是很明显 会引起一些矛盾和冲突 是 好 我想接着刚才我们 第一个观众的一个问题 他就说提到范长龙上将 在美国来访问 其实一方面是表面上要和缓 但是实际上该做什么 还是在做什么 那我想问的就是 范长龙在这次访问期间 实际上首次提出了 这个一个说法 他就说 中美之间要建立一种 新型的军事关系 那么这个核心内涵 就应该是互信合作 不冲突可持续 不让你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个 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习近平在2012年的时候 跟奥巴马见面 就提出来建立 大国新型关系的 一个这个基本内容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里头 这种故行 当美国没有 接受这样的一个 真正的这个 进行大国关系 最重要的一个面呢 就是说 我觉得中共继续保持 这个一党专制的 这种制度 而且同时排斥 西方的这个 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 他认为这次邪露 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很难建立这个一个互信 真正能够建立互信 我觉得就是中国实行民主化 那么我们知道 从这个六四之后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 实际上是非常的质疑的 那么我觉得中国一旦 民主转型之后 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很多的这个责任 都会可能让中国来承担 而不会主导真正主导亚太的 这些一个事务 我觉得这个转型 民主转型 政治体制改革 是美中建立互信 建立合作的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只有这样 那么美中之间关系 才能够持续 持续性的发展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林峰 刚才那个韩利桑博士提到 就是这个民主制度 我们看到中国的国防战略 最近发表的 这个国防战略里面就提到 就是说把维护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制度 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中国首要的一个核心利益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这个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 我们关注到最近 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中国整体的这个经济 现在非常的形势很严峻的 那么这个前不久 我们观察到这个中国的 那个人民日报 中共人民日报是 刊登文章是说 要严防那个颜色革命的 所以实际上我认为 就是说从我们过去一贯 对中共的一旦 就是中国政策一贯的来看的话 就是说它首要的 就是要强调共产党的 这个执政的地位 那这是它的所有的 这个政策的最优先的 一个最优先中的优先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是说谈到所谓的 这种就是说民主化 或者就是说 哪怕就是说像自由化 或改革方向的发展的话 我想在当前 这本街政府来看的话 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包括这个中国政府 对这个异议人士的打压 包括对这个公民社会的打压 等等所做的一切 都是跟这种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就是说 建立一种一种 在这种情况下 让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 和一个最大的专制国家 进行一种 就是说对等的一种交流 建立一种互信 我想这真是是 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 好 谢谢李峰博士分析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有关于美中军事交流的讨论 只能到此先告一段落 稍后我们将带您来关注 澳洲议员挺中言论 为何引起渲染大波 欢迎您继续手里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 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 大家好 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时事大谈将在机器内 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EUA有问必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 有问题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上传到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我要上第一位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 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事大谈谈节目当中 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有问必答 我们电视上见 收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的中文节目 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 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 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 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 使用小耳朵天线 来收看BOA卫视 亚太五号位于东京 138度上空 其他具体安装参数 您可以登陆美国之音 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的激化方式 是水平激化 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 尺寸较小的天线 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 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 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 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 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 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 本正频率请选择 11300兆赫 下行频率请选择 12439兆赫 符号率是每秒2.5兆符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 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 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 信号强度 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 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按键确认后 您就可以收看 美国之音 BOA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市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王振亚 因为说出了中国政府 振压六四是对的 以及在南中国海岛屿争议中 力挺中国 而认为谁的力量最强 谁的伸索成功就最大 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个靠着西方民主制度 而当选国会议员的人 为何会口出此言呢 而随着中国政治影响力 以及经济实力的扩大 还有中国移民的增加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是否也正在逐渐的 进入西方世界呢 而这又将对欧美国家的 外交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今天参加这个话题 讨论的来宾 一位仍然是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 韩联潮博士 另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 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 那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请您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 感谢两位的参加 那首先我们在进行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王振亚他的生平 我们看到他是在 1981年1月20号时候 出生在中国南京 那么现在呢 王振亚他是34岁 那么他是在中国东南大学 取得了工程学的学位 在2003年才抵达澳大利亚 而在2009年才加入 澳大利亚的国籍 他在2014年呢 就已经代表这个帕尔默联合党 来当选了澳洲的国会议员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 这个韩林潮博士 王振亚他在今年稍早说 真的六四他的说法是说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 中国政府做得对 不振亚的话 中国将会对入地狱 而今年只有34岁的他 在六四的 过去的这段期间 他对于六四是否 真的能够有深切的了解 所谓他所谓我掌握的情况 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他掌握的情况是什么 但是如果是真正有一些良知的 能够这个做很正常的 这个网络搜索的 那他们都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不像在国内的 你说国内吧 有封锁有这个 他在海外的话 这些信息都是随时可以调出来 信手就可以调出来的 那么我觉得他这样的说法 让我很吃惊 尤其是一个在西方国家 民主制度选出来的一个议员 当然你可以发表你自己的看法 你自己观点 因为这是一个自由事件 但是你要是信口开河 完全不顾事实来讲这个话 那我就很怀疑他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 我想请教一下 光晓晓博士 我们知道王振亚 那他其实到澳洲也只有生活十年的时间 可能要根据澳洲那样的做法 他就可以当选国会议员 但是他对于澳洲的立国精神 或者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精神 他真的了解吗 那他的了解程度 真的让他可以来执行 国会议员这样一个职务吗 了不了解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查一下他的背景 很有意思 这些中文网站才都是没有的 他代表的是西澳大利亚 而且是一个小党 小数党 这个党呢 是由谁来建立的呢 就是由一个大的矿主 铁矿主来建立的 而他原来是这个铁矿公司的高管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铁矿最大的买家 就是中国 我记得当时我的同班同学胡适泰 就是因为代表利拓卷入利拓案 被判了十年徒刑 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 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就看到呢 就是说他如果出自澳大利亚 西部澳大利亚的铁矿公司 那么跟中国的贸易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 我再查了一下当地的人口资料 你知道澳大利亚的人口中呢 虽然有4%的人口 是出于中国的背景 其中大概是1.8%的是中国大陆出生的 那么但是在西澳大利亚这个地方 中国人口并不那么多 因为那是比较乡村和矿区 不是大城市集中的地区 所以只有2.2%的华人人口 那么也就是说 他的当选不是依靠华人拥戴上去的 而是依靠矿业公司的力量上去的 那么我们从这里分析就可以看到呢 他的利益到底在哪里 而且我去听了他很多 他在国会的讲话 口音还很重 这非常有意思 所以可见这个里头呢 就他讲话的整个 我觉得里头我看不出有多少 他对西方社会有多少理解 但是我能看到非常深厚的 矿业公司利益集团的痕迹 说到这个我想请教一下 韩年潮博士 我们看到刚才小夏提到 这个他的矿业的老板 其实同时也是他所属政党的党魁 他的名字叫做克里夫帕尔默 那么在去年2014年8月的时候 就是这个党魁克里夫帕尔默 同时也就是他的矿业老板 他曾经在电视上面说呢 他说他们是共产党 他是指中共 他们射杀自己人 他们没有司法体制 他们想占领这个国家 所谓这个国家指的应该就是澳大利亚 那么当然这个记者就去问王振亚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从中国移民到澳洲的 那想问他说你对你自己的老板 对自己的党魁讲这样的话 有什么样的看法 当时呢他却讲说 我觉得克里夫先生一贯的值得尊敬 而且很支持我 但是这个乌焕心仪 到了今年的时候 他却讲出支持六四镇压这样的话 为什么他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其实就是此一时彼一时 这个很大的成长 跟经济利益是很密切相关的 因为他的这个公司叫做澳大利亚 刊碳公司 矿物刊碳公司 这个公司就 本来就陷入这个严重的财务危机 那么他我看了一下 他的最后的资产啊 去年的这个什么时候 只有五千多块钱 后来这个 然后呢 这个因为这个Palmer 就是后来就是投入很多的资金 那么这个资金可能还是不够 他这个来运作 他的很多的资源啊 这个公司的主管 都被这个都新金也就也就弄掉了 然后这个这个理事的这个费用啊 什么这些东西都卡掉了 所以他很明显的经济上有困难 那么经济上有困难 他肯定就要有有求于中国方面的 这里头很有意思 他就说这位刚刚这位是80后嘛 对 他去澳大利亚才几年 就当上了那个公司的高管 对 那么这种背景呢 我敢说100%都是要来跟中国做生意的 对 那么他跟中国做生意完了 就这个生意做的一塌糊涂 因为他在这个 就是这中间铁矿 当然国际市场有很多变化 价格跌等等 或者是技术问题 他在这个中间呢 他把公司管得一塌糊涂之后呢 由公司这个背景 他出来竞选这个竞选国会议员 我想这中间的利益牵扯 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恐怕就得想想了 那顾小姐不是 我想您以前参选过这个 维吉尼亚州的这个州议会议员 我好奇的就是说 对于他这样 这个王振亚这个国会议员 就是说他应该清楚 像他说的这些观点 应该说是会引起争议的 那像他这样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就是说34岁当选国会议员 应该说也是相当成功的一个人 你觉得他出于什么目的 说出这些会引起争议的话呢 不见得是目的 我觉得有时候在政坛上的人 是有两种类型的说话的 一种是政治化 就是说我为这个拉选票怎么说 一种是发自内心的话 这个六四的话 对他政治上确实没什么好处 恐怕是发自内心的话 发自内心的话的时候 特别就等于是能 动亏一个人的心灵 我想请教一下韩天朝博士 因为刚才 光华夏博士提到 他这个发自他的内心 因为其实王振亚本人是南京人 那么说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 他还针对南京大屠杀 来批评日本跟澳洲政府 那他的说法是说 只要有公开的发言机会 我就会将南京大屠杀 这段黑暗的历史 与日军的暴行提上桌面 我希望日本能够承认 他们在二战中的过错 并且正视他 就像德国所做的那样 那么他在公开场合 以澳洲国会议员的身份 讲这样的话 那是否他也会同样的 来呼吁北京来正视六四呢 他当然不可能 我倒是觉得 在这两个地方 我跟小夏还有点不同 我觉得我倒是感觉到 他很可能是 中国大外宣的一部分 不是说仅仅是发自内心 因为他完全有 经济利益的挂靠 那么他必须要讲 中国喜欢听的话 而且完全按照 中国的中共的政权 的指挥棒来转动 你看他讲的这些话 基本上都是 中国大外宣的统一口径 不是说是 自己想出来的一些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 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这个主题 是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也进入西方世界 这个实际上是 已经进入了 不仅是西方的 不仅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然很多中国人 本来就是经过洗脑的 那么现在的 又加上大外宣的战略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越来越多的杨五毛 越来越多的这个 这个海外乔五毛 那么都来帮中共讲话 来宣传中共的这个外交政策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 特别警惕的一个事情 公安教博士 我想请教说 西方的现在这个民主的制度 选举的制度 也包括像我们知道很多 像您刚才提到说 它是因为有财团的背景 导致它能够比较顺利的 选上国会议员 是不是反而让这些人 有机会进入到西方的政府 或者国会呢 当然因为民主制度 我们要知道民主制度不是说 大家都能够就是非常 它可以保证 它可以说大家可以自由发言 但是民主制度有一个 它的根本的原则 是保证各个利益集团都得到照顾 那么经常我们在看到 西方选上来这些议员呢 很多是要挂靠不少利益集团的 这个我们知道 那个我们也可以 就是因为我不在澳大利亚 不知道它挂靠的是什么背景 但是我们知道矿业这一点了 那么中国到底这中间有多少 这个有多少这些利益进来吧 因为现在最近这十几年吧 中国的利益大举进入西方 跟大外宣跟什么全部是打包出来的 应该就说 所以这个中间呢 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蛛丝马迹 是 我们线上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 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再请嘉宾回应他们的看法 首先我们请北京的张先生发表你们的看法 张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你好 通过那王天下先生这句话 我感到是高兴的 为什么呢 让我们以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式 就认识到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谈到民族主义呢 我觉得民族主义的根源呢 是这种集体的自卑 这种自卑越深 民族主义可能越强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看到这个王天下先生这个头像以后呢 使我不由自主想起了朱小平 好 谢谢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 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张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 嘉宾好 这个呢 我极其认为那个人说的是错误的 如果说 他说假设 如果说中共在当时没有增压六四的那一批运动的话 民族运动的话 中国可能就会更惨 我反过来应该说 如果说中国那个时候六四的运动成功了之后 中国早就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 这么多年过去了 早就成为一个走上正常化的民族国家了 那就可能说更大权生 那个极民的中国们早就实现了 所以说那个人说的是极其错误的 如果说我们中国还只像乌龟一样 发满脚步不搞民族的话 那中国共产党绝对会 一个最胆的绝对会垮的 我相信是这一点的 好的 相信这一点 谢谢 是 谢湖北的张仙 最后我们请河北的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郭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说这位先生他可能太年轻 所以也是一种情绪上爆发一种进口脂肪的表现 实际上我跟您问一下 十三六四 就是说本身进来多少个军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冒失的 也许跟他们不同政见的抓起来 但绝对不可以太相当的产生这样 对不对 这现在的这个 就是无关不服 那这儿呢 假如说智力腐败 智力贯导 中国这个社会反应要好的 所以这个孩子可能是头脑有问题 谢谢 好的 谢谢河北的郭先生 我想请教 那郭夏克博士你能回应一下我们这几位观众的他们的看法吗 对 因为这里我要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这些日子 也就是说这几年跟国内出来的年轻人接触也不少 我发现很多国内就80后 90后的人 对六四极其没有认识 有很多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事情 那么我想就是说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 中国的信息封锁还如此严重 这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我记得我小时候长大 就我是大跃进之前两年出生的 那么我小时候长大 我们知道有所谓三年困难 但是根本不知道大跃进饿死人 你想四千万人被饿死 我们那时候在中国竟然不知道 而在1989年六四 这么大的事件影响了整个中国进程的事件 我要提一句就是我有位网友说了一句很好的话 他说89年以前大家可以想想 89年以后政府就把人民当猪养了 那么你吃饱了就算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说真是是不是这个政府把人民当猪养 就养出很多猪脑袋来 那我想请教像韩联潮博士 像刚才提到像很多年轻的一代或许不知道 或者是说像您所说的 是一个大外宣的一个一部分 这样的人进入了西方的 藉由民主的一个制度 进入西方的社会 或是西方的议会或政府里面工作的话 对于西方欧美国家的对华政策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很明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很多的负面影响 这个大外宣就是说中国现在 在中共政权现在是开始在支持 就说不是开始 已经在进行了很长时间 现在越做越精明 就是说你根本找不到 过去还出现过在国外选举的时候 还出现过这个政治捐款的这个丑闻 那现在你几乎找不到他这个丑闻了 他都是做得很巧妙 那么他会投入更多的资金 来支持这些各国的政治政客 还包括主要我觉得是在美国 美国的这个政客 因为很多是要需要钱 你像众议院每两年就要选 他几乎是全年的都是在进行政治捐款 所以呢这个对很多的政客 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那么中方也很好的利用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杨五毛 尤其是在不仅仅说在政治方面 那么在学校在学术界也是一样的 基本上就是说这些反对声音你都听不到 对对他都是受到这个影响 现在就是说跟中国跟很多中国学者一说 他们就说他们就很感慨 他们内心是自己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呢一旦出去就哪怕去找工作去哪里 第一句话就问说你上一次什么时候去中国的 你说哎呀我拿不到签证 你这工作就拿不到了 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所有这些手段 包括各种渗透包括各种各样方面的影响 对西方舆论界和这个政界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 郭小夏博士我想问 就是像你觉得在美国会出现像王振亚这样的人吗 不是会出现已经出现不少 如果美国人民美国人民不选他们而已 国会议员我就说想成为国会议员 对不容易 因为美国跟澳大利亚整个国会这个制度还是不一样 这咱们时间就不够就不 因为美国每一个议员一个人都是要面对他的选民的 而目前呢就是大批 就是说在美国目前的国家的设计之下吧 中国政府能够在当地有如此大经济影响的那个地方呢 我还没有看到 我那是我补充一段 我认为公开美国的这个议员们可能不敢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完全站在中国一面 但是私下里头统计中共的政权的这些人还是不少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因为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游说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中共在这边加强了游说活动 很多的投入大量的资金 但是美国是一个这个公民社会是非常这个扎实 建立在一个这个普世价值基础上的 所以没有人公开的敢这样的说 他这样敢这样的时候他马上就会下谈 最后我们30秒我们进小夏讲一下 我们知道之前你也写过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一些投资 那借由这些企业的投资是否影响当地的选民 来对于如何选择他们的众议员的这个看法呢 资金拉来工作增加机会增加大家都没有意见 愿意跟中国有更多的经济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就大家 大家都很认可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是非问题上在就是说在美国你大概找不到一个选区的人民 会一致认为中国是个民主政府或者是个好政府 是的 好 谢谢龚小夏博士的分析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关于这个澳洲议员王振亚挺中国的言论 为何引起轩然大波的讨论就先到此为止 感谢美国哈德区研究所研究员韩南朝博士 以及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 以上呢就是今天B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讨论六四以后中国的各种思潮 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看法 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 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 在Facebook或者是Trader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Facebook.com 斜线V-O-A-I-O 和Trader.com 斜线V-O-A-I-O 欢迎大家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以及建议 也希望您在北京十天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准时锁定 V-O-A卫视 我是黄耀义 祝大家晚安 我是丽雅